大家好 我是凱咪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真實的故事 那就是阿熊的故事 他是一隻異異非凡的小熊 沒錯 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他的小故事喔 這是一個充滿了夢想還有愛的故事 今天就讓凱咪威威到來 那在我們影片開始之前 不要忘記了 一定要先追蹤關注我的IG還有FB 當然別忘記了要訂閱我們的開TV 小鈴鐺一定要打開來喔 好啦 那我們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 為什麼要說他是一隻異異非凡的小熊呢 那就讓凱咪好好的來介紹一下 阿熊是怎麼樣來到我的生活的 先讓阿熊先休息一下 不然這樣一直抱著 手很痠耶 阿熊其實是凱咪的親姐姐 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在我小的時候 你沒有聽錯 我有一個親姐姐 我還有一個哥哥 然後我跟我哥差一歲 然後我的姐姐大我七歲 在家裡我是排行老妖 那人家都說長姐如母 這句話真的沒有錯 我只能說有姐姐真好 有姐姐真的很幸福 至於哥哥呢 那就算了吧 那凱咪的姐姐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 她是一個呢 非常會唱歌 而且呢 是校園裡的風雲人物喔 從小呢 她就會彈吉他 自彈自唱 然後呢 歌聲真的是一級棒 經常呢 是這個校園的這些 歌唱比賽的這個常勝君 所以呢 因為她非常的有這個 唱歌的天賦 所以她就會利用下課的時間呢 去這個明歌餐廳 哎呦 聽到明歌餐廳就知道那個年代 我呢 是她呢 最忠實的粉絲 說到她會唱歌這件事情 因為她太會唱 唱得太厲害 然後呢 又在這個駐唱的餐廳呢 明歌餐廳呢 表現非常的好 所以呢 她就被星探挖掘喔 在當年呢 可是鼎鼎大名的滾石唱片 哇 天啊 自己的姐姐要當歌星呢 我心裡頭比她還要興奮 但是呢 人生呢 總是會有很多陳咬金 外人就算了 可是常常這些陳咬金就是你的家人 爸爸媽媽呢 聽到 哎呀 要當歌星 馬上站出來反對 就是說在他們的觀念裡頭 他們認知當明星 似乎好像就會有一些潛規則 要陪老闆睡覺 做一些呢 見不得人的事情 可能聽太多八卦了吧 就覺得說演藝圈呢 就是這麼的 你知道 不好說 所以他們很堅決的反對 怎麼樣都不讓姐姐簽約 出發點總是為了保護孩子 但是往往過多的保護 是不是一種阻礙小孩發展的絆腳石呢 這個就不好說 畢竟我還沒有為人父母 我可能還沒有資格去批評這件事情 當然呢 我比姐姐還要難過 畢竟姐姐這麼會唱歌 她能夠站上舞台 然後呢 可以灌錄唱片 可以發揮她的才華 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嗎 但是呢 姐姐後來呢 還是選擇了當一個聽話的孩子 好好念書 好好的找工作 然後呢 女孩嘛 就好好的把自己嫁出去 結婚 生子 過著平淡 幸福的日子 就是爸媽為人父母 希望孩子走一條很安全的路 以前開朗的姐姐呢 那半年的時間呢 每天都是你知道 愁暈殘暮 然後呢 以淚洗滅 很憂鬱的感覺 但是呢 就在半年後慢慢的走出來 欸 我還真佩服我姐姐 就是這麼順從爸媽媽 書讀的真的是超級好 然後呢 也有很好的工作 最重要的是還真的把自己給嫁出去了 我真的是很佩服我的姐姐 卡米的姐姐選擇了順從父母的意願 放棄了自己的才華還有夢想 當一個聽話的乖女兒 或許呢 這是很孝順的 但是對我而言 看在眼裡 我覺得 好可惜喔 在我心裡頭就默默覺得 哇 如果有一天 我有夢想 我肯定要去追 而且我絕對不會放棄 我一定要當一個不聽話的孩子 這個不聽話的孩子 不是指要去做壞事 你知道嗎 如果這是一個追求理想跟夢想的道路 他只要不要走偏了 然後他不要做傷心害意的事情 我覺得應該讓孩子自由的發展 大家同意嗎 但是至少對卡米而言 我親眼看到姐姐的成長過程 受到了父母親的過度的保護 而失去了自己的夢想 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不太公平 就這樣幾年過去之後呢 卡米漸漸的發現 自己對於化妝這條路呢 非常的感興趣 於是乎呢 我開始跟姐姐分享 我好想學化妝喔 我對化妝這個工作呢 有極濃厚的興趣 這個時候呢 卡米的爸爸媽媽又出來反對 覺得說 男生怎麼可以學化妝 男生做化妝真的不行 會讓他們很丟臉 唯一支持卡米的就是我的姐姐 我想就是因為 自己當年呢 在追求夢想的時候 因為太聽爸媽的話了 所以他知道那個放棄理想的感覺 所以他非常的支持我 我的人生的第一套化妝刷呢 就是當年他出差的時候 在美國買了這個 Mac的全套的刷具送給卡米的 因為他知道 當一個彩妝師 一定要有很好的工具 所以呢 他就送了我一套 Mac的彩妝刷 作為對我的鼓勵還有支持 而且呢 他還動用他的這個人脈跟資源 打聽時尚界的這些大師前輩們 有沒有可以讓小朋友實習的機會 姐姐呢 就安排我到了當年 我小時候最Top 最頂尖的彩妝大師 梅琳老師的這個新娘會館呢 去實習 都是因為姐姐的安排 最令我感動的就是 他呢 把他自己人生最重要的時刻 也就是當新娘子的那一天的婚禮的造型 的化妝跟書頭 交給了自己的親弟弟 即便我還是一個狠菜的菜鳥 但是呢 他呢就願意讓凱咪去嘗試 讓凱咪去為自己呢 打理這一天最幸福時刻的這個新娘妝 所以呢 我人生第一個新娘子就是我的姐姐喔 你看當年的照片 真的是 有姐姐真好 凱咪的姐姐呢 真的是對凱咪超級好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姐姐 去哪裡找 對不對 真的是很幸福 當然呢 最重要最關鍵的就是 凱咪呢 得到了姐姐送給我的一個生日禮物 就是我的阿熊 沒錯 其實阿熊呢 是他小時候 他的同學送給他的生日禮物 然後呢 因為太可愛 太可愛了 我每次呢 都會偷偷跑去他的房間呢 偷抱阿熊 然後呢 偷摸阿熊 對 小時候嘛 就會這樣 幾次呢 偷偷跑進去抱呢 都會被我姐姐發現 久而久之 姐姐呢 就想說 好吧 既然 我這麼喜歡他 那 不如 他就把阿熊送給我好了 就在有一天 姐姐呢 突然就告訴我說 來 阿熊 送給你 沒錯 阿熊 就變成了我的生日禮物了 他就到了我的手上 我就成為了他的新主人了 當然啦 人生呢 不是永遠就是這麼的圓滿的 就在 凱咪出社會 就是進入這個職場 沒幾年之後呢 我的姐姐因為生病的關係 就離開了我們 到天上 當天使了 說到這裡呢 凱咪真的覺得說 哇 這個 面對身邊親人的離別 真的是 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 我生命當中失去了一個 這麼疼愛我的姐姐 這麼 愛我的姐姐 這麼 照顧我的姐姐 真的覺得說 心裡頭 真的是有萬般的不捨 每次 當我 很低落的時候 很憂愁的時候 很沮喪的時候 有心事的時候 雖然姐姐不在了 可是只要有阿熊在 我的心裡頭就會覺得 哇 好像姐姐 依舊還在我身邊一樣 然後陪伴著我 傾聽著我 然後呢 安慰著我 療癒著我 這個 感動跟 愛 透過一隻娃娃的延續 我真的覺得 姐姐 可能冥冥之中 就有安排好的吧 總之呢 阿熊真的是 姐姐送給我 最好 最棒的禮物 而且呢 我還記得 小時候 因為爸爸媽媽 真的非常的忙 然後 凱蜜又是一個 獨來獨往的人 沒有什麼朋友 自己生日的時候 不誇張 我就會買一個蛋糕 然後 就是 到家裡面 都沒有人 然後 就是會跟小熊 一起切蛋糕 然後 吹蠟燭 就像呢 小時候 凱咪的姐姐 陪著我 一起切蛋糕 吹蠟燭的那個畫面 她真的陪伴著凱咪 度過了很多 開心的時刻 或者是滴落難過的時刻 不管高高低低 不管心情如何 不管外面刮風下雨 就是你只要看到阿熊呢 你就會覺得說 她是永遠都是笑咪咪的 然後永遠都是 你知道很開朗的 讓你可以打開心房 讓溫暖的感覺呢 進入到你的內心 真的 這就是意義不凡的 意義非凡的阿熊 帶給我在我上面當中的意義跟力量 所以呢 真的她不是一隻布娃娃 對我來講 她真的就是一個 你知道 充滿靈魂的 阿熊 好 大家不要笑我 阿熊休息一下 對 雖然後來姐姐去當天使了 不過呢 她也留下了一個可愛的小天使 也就是阿熊 繼續在身邊 陪伴著凱咪 支持著凱咪 追逐我的夢想 還有理想 所以呢 我之前也說過 我也要延續姐姐對我的這份愛 去支持身邊 有夢想的孩子們 不過呢 畢竟凱咪不是什麼 超級大集團 我要怎麼樣去支持大家呢 欸 我就想到 其實 姐姐這一路以來 給我的 並不是物質 也不是金錢 姐姐給我的 真的就是無條件的愛 那我要怎麼樣 用這份愛去幫助 這麼多的 有夢想的朋友們呢 欸 凱咪呢 靈濟洞 透過朋友的介紹 我找到了一個 專門製作布偶的公司 然後呢 這間公司呢 就可以幫我修補娃娃之外 他還可以幫我 復活阿熊 沒錯 就是這個 噔噔噔噔噔 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我們的小阿熊出現了 各位 小阿熊呢 就是我們跟這個設計團隊呢 重新設計 然後呢 復刻出來的一個 阿熊的分身 這個小分身呢 我一共有製作了500支 像姐姐對我的愛一樣 阿熊陪伴在我身邊 我要讓小阿熊 去到你的身邊 陪伴著你 支持著你 然後呢 療癒到你喔 所以呢 這隻小阿熊 究竟要怎麼樣得到它呢 我就想了一想 想了又想 覺得呢 把它呢 單純的做 開Beauty的吉祥物販售呢 有點沒有溫度 於是乎 凱咪呢 就 攜手了一個 我常年合作的公益單位 我們的陽光基金會 這個公益團體呢 來做一個聯名合作 沒錯 我們的 阿熊聯合陽光基金會呢 要來做一個愛心的義賣 小阿熊呢 我們每支定價呢 是台幣1000元 不含成本喔 成本是卡密吸收 我們只扣除通路的成本 跟運費之後的全部的所得 我們都要捐給 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陽光基金會呢 是一個呢 專門就是照護 福島 復健 重建 這個 顏面受損 或者是因為 直災 發生意外呢 導致的一些 外形上面 外觀上面 受損的這些商友們 然後呢 為他們進行這個 生理上 以及心理上面的 重建 跟福島 跟復健 還有就業等等的一個 公益的機構 凱咪呢 其實呢 跟他們呢 長期合作已經有超過 十二三年了 凱咪的每一本書的版稅 都是捐給陽光基金會 還有呢 記不記得前幾年 凱咪出了一個 暴水粉餅 當時上市的那一個 第一波段的 全額的收入呢 也都是 捐給陽光基金會 當時呢 新美姐也是一個 非常熱心公益的這個 陽光之友哦 對 也參與了很多的活動 愛呢 是不可以用金錢去衡量的 今天 我要讓這個阿雄 更有意義 我要讓他呢 代替我 代替 凱咪的姐姐 繼續延續我們的愛 去分享給需要的朋友們 讓這隻小熊呢 更加的意義不凡 所以大家是不是要支持一下 如果你要特別 還要再做捐款的話呢 也非常的歡迎 捐款資訊呢 也會在我們的資訊欄當中唷 好啦 那麼呢 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這個 阿雄的故事 那希望大家呢 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 不要忘記了 支持 公益阿雄 聯合陽光基金會的活動 當然呢 也不要忘記了 要關注凱咪的 開TV 我們更精彩的影片 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